近期,受到香港暴力示威活动的影响,香港旅游业遭遇重创。 对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荣誉董事长卢瑞安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香港旅游业从一片欣欣向荣到如今的惨淡经营让人痛心。 旅游业首先强调的就是安全,而香港的安全繁荣一直让卢瑞安 引以为傲,这也是吸引世界各地游客愿意来香港旅游的原因。 然而,暴力示威者堵塞机场,饶乱地铁,纵火破坏,严重伤害了香港的国际声誉,也让旅游业者蒙受损失。 卢瑞安说,香港从事旅游业的约有20万人,旅游行业影响所及的大概有70到80万人。 现在很多从业者是手停口停,一片愁云惨淡。 一个酒店,七十四块钱,一个晚上,酒店啊,不是一般这个宾馆啊,零售,零售现在,很多香港零售怎么办? 是一个靠回用的,靠你这个卖多少,回用多少给你。 现在客人不来的话,你拿来收入的,只要底薪很低。 在香港从事了48年旅游行业的卢瑞安,见证和参与了香港的旅游业发展的历程。 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风波,曾经一度让香港的旅游业跌入谷底。 卢瑞安表示,在危机关头,中央政府伸出援手,宣布开放内地民众自由行,给香港的旅游业注入了强心剂。 香港的旅游业迅速恢复了勃勃生机,2018年访港人数更是达到新高。 2019年以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香港旅游业界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没想到遭遇这样的困境。 卢瑞安说,现在他们最期盼的就是尽快直暴治乱,恢复秩序。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中。 原来,很快乐。 原来,你又没有人邀请。 这样真的,有方式破损的差点有趣。 这个流寓中湖已经是说了那些,